早安, 大家好 今天不是做麵包 講了一件事之前 就是怎樣去放好麵粉 那時候說過 我用奶瓶放進去 然後蓋上蓋子 這是一個很原始的放粉的方法 但我發覺不多鎖 所以我要再拍一條片給大家看 還有這個不多鎖是很值得留意的 為何不多鎖呢 就是因為這個奶瓶 我洗完也有些奶的油在裏面 英國的奶很漂亮 它有很好的油脂在裏面 油脂遇到水就很難衝掉 尤其我這裏也放不到進去 又沒得搓又沒得盛 又沒得盛又沒得盛 所以始終都有一些奶的殘忍物在裏面 那有什麼情況呢 就是我放了一些粉 我會拿出來用的 那我就會連著奶的少少殘忍物 拿出來 那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我會有奶的菌在裏面 什麼叫奶的菌呢 就是你喝酸奶 喝吃乳酪 吃芝士 這些都是由奶的菌 原來發酵的一些奶製品 當然吃下去很美味 非常之好 但可惜它跟麵包的酵母混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有趣 它會酸了 不知為何它會酸一點點的 這種酸一點點就是 第一 烤出來的麵包 整個香味就被它蓋了 那還有一件事 不只酸一點點的 你養到它之後 會更加不喜歡 即是我啦 不是說你啦 我更加不喜歡那個奶烤出來的那種 那種酸還是酸味 總之就不太碰 那我養了很久 我現在又不想清掉那些薯日毒 但也好 我還保留了一些由香港帶過來的一些乾烤母 薯日毒的乾烤母 所以就不照顧它 反而我便要專注 我怎樣可以放好些粉 那當然啦 這個放粉的技巧 我都相信以後 都這麼多年 或者我都會用的 所以就很有心思研究 這個就是放好的粉的方法 那我首先要選一個對的瓶 那我會選水瓶的 那英國人就很喜歡買這些水來喝 我們來了之後 都兒子呀 太太都買了很多 那主要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英國的水 比較高的礦物質 它裡面有 有什麼呢 有鈣 所以你煲下去的時候 很容易有水夠 我們很漂亮的煲 煲下去之後 都有一層白粉在那裡 沒辦法 那些是什麼呢 那些是鈣 是水夠 所以為了避開這些水夠 很多人就喜歡 買一瓶的水來喝 那這瓶是其中一瓶 通常就不是那麼大瓶 就是兩瓶的 那兩瓶的水 是否可以裝滿 裝1kg的粉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問題呢 我們的做法呢 你看不看 是矮了的 兩瓶應該是同高的 但這瓶做完之後 我做下去的DIY之後 我們的瓶就變小了 矮了的 是不是很明白 矮了 那這個矮了的情況呢 就不夠你裝1kg的粉 差一點 不要緊 那一點就拿來做麵包 或者做麵 那不管它了 那怎樣做呢 這個水瓶就說 本身就沒有這隻 奶裡面的一些殘留物 就沒有那隻蝦碗 基本上就是水 洗乾淨就可以了 那希望你們不要搓搓搓 如果是的話 就洗乾淨那個蓋 而且洗乾淨之後 我們會切開它 做一點點 用刀 這樣切開 有些人就用剪刀 我告訴你 我們拘拉到 剪刀都沒有 之後呢 把刀仔 人家用來做 吃牛扒的刀仔 剪刀兩份之後 我們就會 我們當然不要這塊紙 好了 不要這塊紙 我們就用兩個瓶 上下兩個 尾巴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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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把它合起來 我們會發覺這邊是很貼服的 基本上不會有昆蟲仔在這麽貼服的邊走 但有個問題,你倒的時候會受力,會變形 這裏本身已經凹凹了,如果再受力變形,這裏會凹凹得更厲害 凹凹得更厲害,就做了一個小門給昆蟲進去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我們會把整個包裹保鮮紙 包裹保鮮紙之後,就肯定不會有昆蟲仔可以這樣走進去 而且食力亦都會好,當然力的平均分佈得更好 好了,把瓶子趕好之後,我們會洗乾淨 如果我們切開,那是否簡單了呢? 還有,我們放入草粉也會簡單 因為它的闊度很大,看到嗎?很大 我們洗乾淨,還有一個好處 我們可以承受一定的溫度 你可以用焗爐,略為加熱至五十多度 嘗試消滅到原生裡面的蝦霧菌 蝦霧菌其實不太能捱得到熱的 或者是熱可以壓抑它 有些人說,去到九十度之後 殺死一大堆蝦霧菌要九十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九十度 大概五六十度就完結了 也是可以焗乾去 烤霧菌也很奇怪 在麵包裡面,大概麵包的心度 大概是九十五度 但是九十五度之後 多幾天,它的麵包始終會有少許烤 即是有少許改變 不知道為甚麼是烤的改變 還是它本身的物理改變 但總之我們可以量為加熱 之後我們燒完毒就可以拿去用 最後裝完粉的結果就會是這樣 當然,你用的時候 不會打開保鮮紙來用 你只會打開蓋子來用 然後用完蓋子蓋上蓋子 好了 一會兒裝好麵粉給大家看看 暫時這條片到這裏 總之這個概念大家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行不行 好,暫時到這裏 好,我們繼續下去了 我整天都喜歡把錯誤的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的瓶口位 這個也是瓶口位不完 如果瓶口位不完 這個好少少,但還是不完 你不完合下去 一定會有一條大垃圾在中間 那就… 就不是我們想要 就阻止這些… 阻止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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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等到焗爐上消毒 這兩個… 我都是等到焗爐上的 但它有一個技術 就是你要留意 就是… 焗爐需要先停下溫度 即是你去到溫度 你要關掉焗爐 等一等它 等到那些發熱管 所有平均了才可以等下去 否則… 你如果繼續加熱 就會出問題 就會彎了 這個焗爐已經燒了毒 在裡面… 其實你也看到 它的… 邊位也有少許變形 即是溫度是很高的 那…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 這兩個就分開了 接著我們會用來裝什麼 我們會裝這隻粉 這隻粉是昨天買的 你會發覺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 這裡寫了 All Purpose 看到嗎 All Purpose 這個呢 是用來做什麼呢 它都有寫著的 就是用來做薄薄 就是用來做薄薄 薄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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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我們去理解 就可以當作中筋粉來用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沒有我之前做麵包那麼強的 當然 如果我經常做麵條 這個就很棒 我亦都會去加一些雜糧粉 好像古物粉 來做麵包 我們會把它放到這裡 那這個多少錢呢 昨天買的就是30便士 上次的麵包就是50便士 上次的麵包就是1.5KG 這麵包就是1KG 大家一計一計 但我都未見過在香港 有這麼大麵包的英國粉 可以3元賣給你 應該是英國粉 有沒有寫著是英國的呢 不是的 這就是意大利粉 Poder of Italy 不是英國粉 不是英國粉 OK 我們將它等進去 我剛才就說它等不完 一期之一 因為它那個密度很鬆 等不完 其實你這樣看都知道 是很慢慢緊的 那應該剩下 就是1-200克 左右 應該是200克等不下 看不看都很開心 袋子這麼大 那你呢 說對可以就這樣 很圓滿 不會倒到整地都是粉 那你會有些靜 那你偷雞可以抖一抖去的 那但是抖了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你下次倒出來 就會難倒很多 但是就剩下可以裝上那些少少 OK OK 好 應該就裝不下 剩下50克粉 那我就拿回這個 這個有少少剪到的 盒上去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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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是你也要發覺 你不要這樣壓倒它 因為如果你壓到上面 壓不到下面 還是會開門 你看看能不能打開 那就包補鮮紙 這個就是我太太說的 非常好 這個好用 因為它可以平均了 你受的力 就不會開一個小門 給它 蓋回藍乾 好 那整包粉就裝好了 好 好 裝好了就是這樣 之前這一包是古麥粉 這一包就是小麥粉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因為真的太好用 所以就特意拍一集給你們 我相信可能未來都會用這個方法 去搜尋那些粉 因為我很怕歐洲陶瓷那些 一盒一盒 底部很難洗 你知不知道 用久了之後 那些粉不知怎麽弄 這些是最簡單的 但是當然 你要記住 酵母就沒有這樣 因為始終都是染乾的 行不行 好 就這樣到這裡了 拜拜